这个故事的名字叫靖老国 从前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弃老国 弃老国国王规定 凡是活到六十岁的老人都要送到深山里去饿死 谁敢违抗就被处死 有个叫秋山的孩子 父母死了跟爷爷生活在一起 爷爷已经六十岁了 按规定秋山只好送爷爷到深山里去 爷爷把秋山回去时迷路 每逢岔路口都折下小树枝做个记号 秋山见爷爷这样好 真不忍心把爷爷送进深山里 他背起爷爷望回走 他们躲在树林里 一直等到天黑 才将爷爷背进村里藏起来 这时 弃老国的邻国的国王派人送来两条大蛇 要弃老国的国王辨认哪条是熊的 哪条是雌的 辨认不出就得割让大片土地 国王怎么也辩认哪条是雄蛇 哪条是雌蛇 只好粘贴告示 说谁能分辨 上黄金千两 秋山听到这件事 悄悄去问爷爷 爷爷说 只要把两条蛇放在丝棉上 往外爬的是雄蛇 不动的是雌蛇 秋山跑到王宫 用爷爷教的方法 帮国王分辨出了雄蛇和雌蛇 国王保住了面子 又保住了国土 十分高兴 就拿出很多金子赏赐他 秋山不要重赏 他说只有一个请求 国王点头说 可以我将满足你的任何请求 秋山说 解开难题不是我想的办法 是我爷爷告诉我的 我爷爷已经六十岁了 请求国王取消 要送老人去山里饿死的规定 国王一听 拍着自己的脑袋说 我真糊涂 怪不得邻国这样欺负我们 原来我们没有老人的经验和智慧呀 国王明白了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老人啊 于是他立即下令取消原来的规定 并把七老国改名为晋老国